帮助公管乡内的弱势家庭过好年 公管乡长何在新 延续十多年来的社福理念 募集善心企业团体的力量 在过年前送出了400份民生物资 给乡内弱势家庭与学子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善心与温暖 仓库里堆满了一箱又一箱的民生物资 有沙拉油、面条、豆腐乳等还有口罩 这些都是即将发送给公管乡内的弱势家庭 帮助他们过个好年 公管乡长何在新 从民国一百年开始 已经连续十二年进行这项卫助活动 帮助全乡未达低收入标准的社福边缘户 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关怀 已经做了十几年 这次发放的话是有米、酱油、沙拉油 还有豆腐乳、还有口罩 矿井水药的话也可以提供 何乡长先请公管乡内村长以及学校等 前调查了解需要救济的家户或学生 在于过年前分两阶段 请校方和村长前来领取 带回发放 所有物资都是乡长与热心企业擅心赞助而来 就是关怀弱势 发放的对象有公管乡所有的学校的弱势的小朋友 还有各村村长提供出来 然后我个人认为需要再加强的一些 比较需要帮助的家庭 抱持施比寿更有福的理念 这项助若送暖的活动 每年举办两次 年终端午和岁末春节前各发放一次 未来还将针对乡内弱势学子 每个月发放奖助学金 期待能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渡过难关 年中